找頭路真正要注意一些 關於這個情緒 還要抓到詐騙一團 對我說可以投資所有會賣來騙錢 還要在臉書上面說要找人 讓一些這個就要去找工作的民眾 去之後就隨時跟這個民眾行動 要求民眾要告出這個銀行的銷售 驚金普拿款式 跟這個望路的名字 讓這個詐騙一團來使用 4月到6月健康總共發動三個數色 落縮涼到中心主陷在來16人 這個結團依導出的虛擬貨幣 方式騙了35人 不發縮得300萬 不過警方發現這個結團 在特定的民眾館長 發佈要找人的消息 但民眾來應徵就要對方 交出銀行的銷售 提款卡 還有網路銀行的密碼 還要把人靠住 警方表示目前已經有4名受害者 會更多清楚 在這裡的人大部分 都是因為頭路找不到 想要趕緊找到頭路 這麼方便 這些求職的民眾大部分都是比較沒有穩定的收入 或工作 詐騙集團也都會利用民眾這個心態 在上面鼓吹或是慫恿 警方提出民眾找頭路之前就要去探聽 若是向要求要提供到銷售的密碼 頂頂這種不合理的要求 就要警告有問題 千萬不同方便 前往也會帶去 還有組織犯罪的頂罪險 敢於賞給各鄉得驗宿 現在王劉天明交款更報道 邀請二名 公司 邀請 sek恨